谢霆锋当初高调跟王妃复合 到现在也好几年过去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 目前谢霆锋跟王妃的状态并没有领结婚症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呢 按道理来说 两人抛弃原配家庭和孩子 不顾一切地选择在一起 应该很快步入婚姻的殿堂才对 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去领结婚症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还是要回归谢霆锋 王妃 以及张柏芝三人过往的感情纠葛 谢霆锋是谢贤的儿子 妥妥的新二代 当年谢霆锋依仗着老爸谢贤给的资源 还有自身长相帅气等原因迅速出圈 成为当时香港为数不多的后起之秀 在香港红遍半边天 虽然那个年代没有小鲜肉这个词语 但是香港不少人 对刚出道不久的谢霆锋有许多贬义 认为也是凭借长相和家庭出圈的新二代罢了 而演唱黄种人的谢霆锋 当初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不得不佩服他的唱功 他绝对不是花瓶 后来看了很多谢霆锋的电影 比如《新警察故事》 成龙 吴彦祖都有参与其中 里面就有很多武打动作 谢霆锋虽然不是武打演员出身 但在剧里 拳拳到漏的那种武打真实度 还因为这场戏 谢霆锋伤痕累累 但是他基本上不用替身 硬撑着完成了整部局 后来他继续出演了《新警察故事》 《龙虎门》等武打电影 我们都知道 成龙大哥之后 香港的武打电影示威 而谢霆锋当年在多部武打电影的表现 有颜值 有演技 还不怕吃苦 已经成为了香港武打电影的后续接班人 所以年纪轻轻的谢霆锋 早就已经在歌唱和演艺事业里面全面开花 他能活的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王菲比谢霆锋大11岁 王菲是歌坛公认的天后级人物 比如《红豆》 《容易受伤的女人》 《相约1998》 《因为爱情》等 都是王菲上了十年的佳作 至今都还在翻唱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越王菲 所以说王菲的作品非常经典 是贯穿这个时代的 看了谢霆锋跟王菲两人 各自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 谢霆锋是青年才俊 王菲是天后级传奇 我们传统观念里历来讲究门当户对 可以说 他们两个人至少在物质上 是完全相比配的 不存在谁高攀谁的说法 两人在1999年变相恋 公开是在2000年6月份 花样年华的晚会上 但是早在三个月前 谢霆锋和王菲的亲密照片 就被媒体拍到 6月的高调公开 只是两人不想再躲躲闪闪罢了 公开之后 跟很多情侣一样 谢霆锋很爱这个 大他11岁的姐姐 王菲给我们的感觉 是一种高冷的气场 几乎在新闻上 演唱会等 很少能看到王菲笑 哪怕在面对谢霆锋时 王菲也很少笑 仿佛很难有人 可以走进王菲的内心 但是王菲在娱乐圈的人员 一点都不差 人品也好得出奇 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王菲在2000年 跟谢霆锋高调官宣后 没过几年 两人的感情逐渐变差 这个时候 张柏芝跟谢霆锋 在无疾相遇 就传出了不少绯闻 还有谢霆锋 顶包案的发生 人们也在现场 发现张柏芝的车 跟在谢霆锋后面 还有事实证明 两人喝酒整整一夜 王菲当年 跟谢霆锋分手的 真正实情原因 我们很难再如实考证 后来的结果 就是谢霆锋 跟张柏芝闪婚 而王菲也跟李亚鹏 走到一块 一直到2014年 才再度传出 两人复合的消息 直到最近几年 才频繁看到 谢霆锋 跟王菲两人 高调官宣复合 这基本上就是 这十多年来 两人感情的分分合合 如何看待 谢霆锋和王菲的感情 外人多数用姐弟恋 来形容两人的感情 这是从两人年龄上 对这段感情的定义 但是单纯的 从年龄上来定义 感情的好与坏 是不成熟的做法 不是说年龄契合 才是真爱 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看待复合后的风菲恋 首先 复合后的风菲恋 是否忠于彼此的内心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都知道 谢霆锋跟王菲 从1999相恋 到之后各自成家立业 在之后 为了追求彼此真爱 选择了抛弃以往的一切 不顾旁人的指责 勇敢地爱在一起 这中间 每一步都是极其艰难的选择 谢霆锋和王菲 两人都是公众人物 原本谢霆锋就跟张柏芝 有两个孩子 从2006年成婚到现在 十多年过去了 张柏芝虽然在2008年时 被爆出厌仗门事件 口碑一落千丈 但是自从照片事件之后 张柏芝跟谢霆锋结婚十多年来 一直都是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的 照顾孩子和家庭 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可是谢霆锋为了重新跟王菲在一起 跟张柏芝分手 感情上是对不住张柏芝和孩子的 反观王菲这边 同样也是为了谢霆锋 跟李亚鹏分手 李亚鹏当时还发了一条微博 这样写道 我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 放手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如果谢霆锋和王菲 这样不顾一切的做法 还不是爱着彼此的话 那什么才是真爱呢 而且两人的爱情 一定是忠于自己的内心的 不然也无法大胆地做出这个决定 然后 关于复合后的丰飞恋 是否被外界祝福这一问题 刚开始 丰飞恋复合的消息 迅速登上各大热搜 许多网友发发祝福 表示对他们兜兜转转 十多年的感情生涯 最终修得圆满的祝福 但是也有网友跑出来 替张柏芝和李亚鹏喊冤 认为谢霆锋和王菲辜负了他们 其实 不知道 大家发现没有 谢霆锋这次跟王菲的高调复合 张柏芝并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 心境非常平和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把重心放在照顾孩子身上 面对网友为他打抱不平 张柏芝却真诚祝福两人 可能是张柏芝经历过照片的事情之后 更加成熟了 他明白喜欢一个人 也许是松手 所以说 是网友们多心了 很多外界人对风飞恋都是祝福的 一方面 每一个人都有追逐爱与被爱的权利 这个谁都不能阻止 谢霆锋过去错过了王菲 现在他四十多岁了 王菲也五十一岁了 人这辈子很短 遇到喜欢的人 奋不顾身地去爱和被爱 去享受爱情 这是个人的权利 也是他们的自由 另外一方面 谢霆锋和王菲 并没有不去兑现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责任 谢霆锋还经常给钱赡养家庭 回去照看孩子写作业 跟孩子们玩耍 尽力地完成一个父亲 陪着孩子长大的愿望 跟前妻张柏芝也是有说有笑 互为朋友 而王菲也经常回去照看女儿 对李亚鹏还是一如既往的尊重 纵观谢霆锋跟王菲 两人目前的现状而言 更多的是在追寻自己的一直意义 比如谢霆锋喜欢美食 他希望通过风味来传播美食文化 而王菲这边 虽然看着了吴依逊的感觉 但是现在的他更像是谢霆锋的贤内助 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谢霆锋 为什么谢霆锋跟王菲两人高调复合之后 却没有去领证呢 一方面 其实谢霆锋和王菲追逐的是真爱 而不是一个小本本 真正的爱情不需要一个小本本来证明 另外一方面 也许他们是为了张柏芝及孩子 还有李亚鹏及女儿 他们没有选择小本本 给了张柏芝和李亚鹏更好的体面 通过谢霆锋和王菲的爱情 这里面有很多大胆 勇敢追求真爱的成分 但是 这些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的做法 是否值得我们赞扬和推崇呢 不顾一切